记者欧速美台中报道 1217反空乌大游行台中场 今天共习引约5000人参加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豪龙斌 民进党及时代力量党三党立委 县市长参选人 还有台中市长林嘉龙 真化县长魏明谷 南投县长林明珍及嘉义市长图形者等四县市首长都到场响应 不少民众全家总动员 并自制各式头套道具等表达诉求 还有外国朋友也来相挺 游行并发生一些小插曲 中台湾公民行动联盟 因首举国民党才是全台最大污染源看板 与国民党员发生争执 另有参与民众因天气寒冷 血压升高 身体不适而被送医 主办单位表示 今天的游行约有5000人参与 中台湾公民行动联盟在游行前高举 国民党才是全台最大污染源看板 与部分国党员发生口角 还有人喊反国民党的回去啦 今天是全国大联盟 不分蓝绿 中台湾公民行动联盟人员表示 如果不分蓝绿就不要骂民进党 要求国民党先道歉 再谈合作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豪龙斌 立委卢秀燕 将启程 蒋万安 严宽恒及南投县长林明珍 及现任立委 彰化县长提名人王惠美 及前立委杨琼英等 接出席支持这项游行活动 并高喊反空污 要蓝天 立委严宽恒并派员在现场免费提供口罩 供民众使用 时代力量党籍立委徐 有名洪子庸也到场 民进党籍立委何欣纯 台中市长林嘉隆 副市长林依盈 及多位施议员也出席 令章化县长魏明谷 及嘉义市长图醒哲也到场 图醒哲站在中华民国诊所协会 全国联合会阵营 与反空污的医师等走在最前面 高喊反空污就台湾 亲子团体则高喊 我要白片片 不要工厂大便 虽然天气很冷 参与民众情绪高昂 就是要还我好空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